曾波瑋是黑手納卡西的創團團長 那我想他們創作音樂的方式 其實跟一般的創作音樂 其實有一些差別 他們總是在社會抗爭的現場 然後請群眾們一起參與 一起做歌 一起寫歌 一起唱歌 我想這樣的創作方式 跟聲音傳達方式 是我們特別想要去談論 而且想要去關注的 1990年代台灣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 當年就讀台大的陳柏瑋 組成了樂團黑手納卡西 他們跑遍各個供應場合 直到現在持續用歌曲抗爭 為工人發聲 他們的歌曲也代表台灣的聲響文化 台灣的聲響創作已經很難 去單用類型去談它了 我們用的談法就是聲響文化運動 這個概念去貫穿著這個展覽 包括是聲響紀錄的媒介 或是聲響產品 它所呈現的視覺元素 還有一些討論它的論文文字 都在這個裡頭 由樂平羅樂拳獨立策展人鄭惠華 和Lifehouse地下社會創辦人之一的 何東宏合作策劃的噪音返土展覽 耗時五年進行田野調查 收集台灣鄉土歌曲 社運學運歌曲 台灣電音聲音藝術創作等等 以及90年代水晶唱片的 新台語歌謠運動的作品 展覽現場安排貨坐貨躺的沙發 邀請觀眾聆聽歌曲 看紀錄片和文件 加上不同的噪音者現場演出 探索戰後以來台灣民間蓬勃的聲音 他對於這個聲音文化的這個整理 裡面包括了個別的聲音藝術家 然後也包括了流行歌曲 包括了那個時候許常惠 他們對於民歌的採集這些東西 他都盡可能的用一個全方位的視野 去把它包容進來 我們在圖像上討論很多 在影像上討論很多 可是如何再從聲音的這個角度 切入去討論台灣 我覺得這個是 或者說從聲音角度去討論本土 我覺得這個是照音翻圖 這一次在所有的委員裡面 獲得肯定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浩時五年田野調查 上百首台灣歌曲 13位藝術家的錄像作品 爬出台灣近40年來的 另類聲音文化歷史 照音翻圖入選2015台新藝術獎 五件得獎作品之一 策展團隊為台灣找回 時代的聲音 1941,944,2044,445,207,2017 201,2011,2011,2091,2022 同樣的以後 極 極